应该已经开始了 现在应该是台湾的半夜 半夜三点四十四分 对然后如果你还有看到这个直播的话 那就太感谢你了 那我为什么要三斤半夜做直播呢 因为没办法 我现在在纽约这边啊 就是刚刚拿到那个note8 诶是反的 诶等一下 诶对不起 好吧是反的 大家就这样看一下 就是我刚刚拿到 刚发表的note8的那个上市盒装 对然后没办法应该就是 我如果晚上就是那个台北白天 在直播的话就是这边的半夜 对所以半夜我要睡觉 我昨天已经没睡了 所以我还是就是趁这个时候 白天的好直播的时候 来帮大家做开箱 好 诶我怎么就这样开了 好 诶我拿到的这个啊是 是黑色的 不过黑色台湾不会上 台湾会上的是 紫灰色 金色跟一个粉色 好 然后所以就是大家就是 看盒装内容就好了 不要管这个颜色 这个黑色台湾不会上 好 然后呢 盒子 灯 好 然后那个 打开 其实有买过三星手机的人 应该对就是盒装内容 应该都还蛮熟悉的 那我把它弄下来 好 这样我自己看不到 灯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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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灯 好啦我把它拿起来 好 盒子长这样子 然后呢 开 其实我刚刚已经先开过了 所以就是 反正就是 假装第二次开箱 你开之后那个 就是好 手机在里面 然后 大家有没有听到 外面有那个 轰隆轰隆的声音 就是那个 housekeeping现在在扫地 然后把手机拿起来之后 里面的包装有 这个 拿起来 这个卡针 然后里面说明书 这个大家应该都知道 就不用看了 然后里面啊 好 这里是 耳机传输线 跟那个 S-Pen的配件 好 我等一下把它拿出来 然后下面是充电器 跟传输线 就是那个转接头 好 那 一样一样来看好了 这个 附赠的耳机 有附赠耳机 就表示它 还有3.5mm耳机孔 好 附赠的这个是 AKG的 AKG的耳机 然后有线孔 我 对啊 就是 对 我刚刚拆尾还没听 然后 希望我找时间听一下好了 但今天不知道有没有时间啦 就回台北听一下看看 好 就是下次测试的时候听一下看看 就还蛮有成疑的 送了一个AKG的耳机 好 然后 然后 还有什么 Type-C的传输线 好 这个应该不用多讲 然后这个 耳机的耳塞 它那个 其实上面已经有一个了 然后里面还附了 两副 所以总共有三副 这个耳塞 对 它长这样子 入耳式的 有点失焦 对不起 这样子 好 然后 这个是 就有买过Note系列的人 应该都 对 这个东西很熟悉 哎呦呀 它就是那个 换S Pen的那个 换S Pen笔尖的 那个夹子 跟笔尖 又有点失焦 然后远一点 好 但因为三星窗外 真明亮 因为我在纽约啊 就是纽约 现在是下午三点 想看手机哦 我先开一下箱 我等一下就把手机拿过来 然后 好 那我开箱开快一点 然后里面 就是三星手机里面 旗舰机里面 通常都会负责两个转接线 然后这个 转接头 一个是Type-C转 USB母头 然后一个是Type-C转 Micro-USB 好 然后这个就是 你平常就可以当做 那个OTG用 就是接随身碟 然后就可以传输资料 然后大家有没有听到 轰隆轰隆的声音 就我房间的冷气在走 对 这边正是繁华的下午 好 等一下我要讲什么 好 然后就是平常 你可以当那个OTG的转接头用 那第一次设定手机的时候 就是你要把旧手机的资料 转过来嘛 也是利用这个 然后搭配内建的一个叫 Smart Switch的程式 然后就可以把旧手机的资料 就是接线传到新手机里面 那其实这个你在开机过程中 都会有教学啦 就是这里 大家要看手机就不多讲了 而且半夜了 好 然后这个 充电器 因为就是我现在拿到这台是欧规的 所以它插头是圆的 到时候反正大家台湾的会是正常的 请放心 然后这个充电器 我看是9V1.67A跟5V2A的充电器 其实啊就是我看这个文章里面网友的回应啊 就有人看到规格说 它是QC2.0A是QC2.0 有点吓一跳 其实我也有点吓一跳 不过就是 NOT8的那个电池是3300毫安培 其实QC2.0的充电速度对它来讲应该是还好 好 开箱就这样子 我是不是开的有点随便 因为我觉得开箱不就 不就把东西拿出来看一遍吗 然后就知道里面有什么就好了 然后重点是要来看手机 所以我先把它乱丢 一只这么贵的手机就这样把它乱丢 好 我们来看手机好了 手机 想了解跟S8差在哪里哦 我很想拿S8跟它做对比 不过现在我就是用S8在做直播 所以我现在没办法把S8拔下来 不过就是我记得的部分 我就那个就是 就用口述的来讲讲看 好 然后一定要去国际大厦 国际大厦是什么 门口的亚特拉斯亚特斯说 对不起我不知道国际大厦是什么 而且我也不知道我们有时间去 因为明天好 还有一个测试的行程 好 然后我要讲什么好 就手机 其实6.3寸 其实这个尺寸 好啦我换脸大的 就是这样比起来 大家应该很难体会 反正就是6.3 我就拿出iPhone7好了 我觉得iPhone7很可怜 就是一直被拿来比 这是5.5寸的iPhone7 然后这是6.5寸的iPhone7 然后这是6.3寸的Note8 好 就是这样子 所以其实 其实萤幕 一个5.5 一个6.3 其实萤幕尺寸差还蛮多 但是大家可以看到它体积 其实差没有很多 所以 对 那我把它拿下来一点 好 这样看得到吗 看得到才有鬼 因为我都把它遮住 好 好啦就这样 好像很难表达 不过反正就是 大家知道 那个因为Note8是 那个无边际 无边际萤幕 就这边 这边是曲面的 所以其实就是 看起来几乎是 非常窄的边框 然后 对不起 然后上下也很窄 所以 就是整个屏占比 它是83.6 好 然后 它前后都是 前后都是玻璃 然后 对啊 很长 比较瘦长 它就是跟S8一样 都是18.9 18.9 9比5的比例 就是已经接近 那个21.5 那个电影的 影片比例 快程遥控器哦 这支遥控器 应该很贵的 好 我在看我的小超 好 然后那个 好 我再给大家看 就是我文章里面 没有讲到 就是其实大家可以看 它的镜头很平 就是 刚看文章的回应里面 就有人讲说 哦 这个镜头做好大 什么背面不好看 但其实 双镜头不就是这样子吗 可是我倒是觉得它其实还排得还蛮工整 而且就是整个是平的 觉得还 其实我不会觉得这块丑 就是 双镜头不就是这样子吗 在纽约的酒店内开箱真羡慕 对啦 其实 好啦 其实文章还没写完 我现在有点心急 不知道要卖多少钱 我也不知道 不过29号他们就会公布了 对 然后 以 大家 就看一下外观好了 啊 对那个 我把卡槽弄出来给大家看好了 但等我一下我去拿我的道具 等一下大家直播都这么随心吗 我发现我很少直播 而且想说半夜 就随心一点好了 卡槽 这个 它有支援 它有支援双卡双带 就是4G加3G双卡双带 可是它的卡槽就是三选二那种 就是 有一个槽它就是 记忆卡或者是信卡二选一 好 然后触控笔勒 触控笔勒 触控笔在屁股这里 一样就是 按 按 抽出来 然后啊就是 我记得Note7的实话 就是这个笔 就是它这边是可以按 然后那时候我们就 一拿到之后就觉得 好好玩了好好玩 就一直按 因为觉得很疗愈 然后看到这一袋也有 就还蛮开心的 就是一些无关紧要的事情 然后 电池不能换 电池不能换 对啊 电池不能换 然后啊对 刚刚卡槽那边忘记讲 就是 就它还是可以插记忆卡 然后记忆卡最大支援到256GB 用笔 上笔抽出来 旁边是喇叭 然后 nosotros 好,黑黑的看不是很清楚 然後Type-C孔 等一下我拿一個 這樣會不會比較清楚 好像有一點 然後3.5mm耳機 然後88孔 還有觸控筆 好 剛剛有一個人問問題 等一下跳過去了 有那一件紅外線遙控器嗎?沒有 也是防水嗎?沒有錯 防水這件事情 對 我剛剛就在旁邊準備了一盆水 然後呢 大家想說為什麼我的飯店裡面會有 會有一個玻璃碗 因為我住的飯店應該是 好像是那種日豬型的套房那一種 然後就是房間裡面有 流理台啊 儲具 一應俱全 然後所以我就找到一個玻璃碗 然後現在我要把它丟下去 等一下 我挑了一個太小的碗了 對不起 然後 好啦,那就兩頭都泡 它是IP68 防塵防水 全機防塵防水 而且它的那個 觸控筆也是防水的 當然其實我有點不太懂 觸控筆防水的意思是什麼 因為 好像在水裡面 我記得在水裡面也不能寫 等我一下喔 欸,在水裡面可以寫 等等等等等等 咚咚咚咚 咚咚 咚,把它擦掉 但為什麼要在水裡面寫字呢 好 就覺得還蠻 就覺得還蠻... 欸,這樣大家看得到嗎 咚咚 咚 咚 下來一點 啊,好 好 這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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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有點不知道為什麼要在水裡面寫字 但是 就是 水裡面竟然可以寫字 覺得還蠻厲害的 好 好 這樣有充分的回答到剛才那個 問防水的人的問題了 然後為什麼要點三下問無聊 好 OK 那我把水端走囉 然後繼續來看手機 怎麼亮白天的感覺 對,因為我現在在紐約 就是 今天Note 8在紐約辦發表會 然後我就發表會完之後 就拿到一支來開箱 好 好 博邊有防霧處嗎 欸 我 我可能得用用看 其實 防霧處應該是有 但是 防霧處跟會不會霧處 可能有時候是兩件事 所以我可能要 對 我用一下 然後反正之後我會再寫測報 我在測報裡面再講 然後 S-Pen防呆設計 防呆意思是什麼 意思是說 反過來插 反過來插的意思嗎 好 好 防呆設計 意思是反過來 正反插都還拔得出來嗎 那我就 試試看好了 正面插 好 拔得出來 來 反面插 也可以 這樣是防呆嗎 我不知道是你 你可以再留言一下 告訴我防呆是什麼意思 然後 N5只能同一個方向插筆 好 那它就是有 它就是 正反兩面都可以 都可以插進去 那還可以把它出來 好 好 然後 等一下 我一直拿S-Pen在點我的S-8 真是神經病 好 那我把它放回去囉 上一代反差會拔不出來 我有點忘記了 因為Note7已經還太久了 就是 我也忘記那個 比反擦是會拔不出來 不過剛試試 欸 都還拔得出來 好 然後 我覺得大家 欸 外觀 外觀還要看什麼 其實不是我進行車 不是這樣講 就是機子要還的呀 然後 然後 在S-8上面 就是 那時候 大家都覺得 它的螢幕很 太長 然後 就在懷疑說 那個內容 到底能不能充分的 顯示 在整個 整個 螢幕上 那其實後來 他們做了一個軟體更新之後 就是 整個內容 都已經可以滿版的呈現 那所以其實 呃 這麼長的螢幕 他們有講一個好處 就是說 它可以呈現的內容 是比較多的 好 那 呃 我現在不要開一個網頁好了 我現在開個01的網頁 然後 那我覺得螢幕都 有點太亮 我把它調暗一點 這樣有沒有好一點 嗯 這樣有沒有好一點 好吧 就這樣 就是大家可以看到 它顯示的內容 是這麼多 然後 可憐的iPhone7 Plus 我再拿iPhone7 Plus 來比較一下 就是 兩隻手機可以顯示的內容長度 就是不一樣 就不太一樣 就不太一樣 所以他們在講說 就是比較長的螢幕 雖然看起來 可能現在看起來還不太習慣 會覺得有點怪 或者是說 呃 太長放口袋不好放之類的 但是 呃 在顯示內容這件事情上面 它還是比較優勢 因為它就可以顯示的比較多 嗯 然後就比較 就不用一直在那邊滑來滑去 我想知道2K顯示下 可以操作的人生多少 好的 我把它切換去2K 喔 現在 好 這邊 不過大家看到是反的 是不是啊 把 解析度調高 好 然後 回去 我記得是在一個裝置 維護裡面 可以看 嗯 あれ 好 然後 然後 記憶體 好 跑完了 現在 嗯 它是6GB的RAN 那現在可用空間是 記憶體 好 我先把它清理好了 請問大家看到是反的耶 這樣大家看得到嗎 可用空間2.9GB 系統運用程式 2.3GB 保留空間797 所以 一剩 再跑一次 它現在是2.9GB可用 這樣子有回答到問題嗎 好 好 這很明顯螢幕常會無處 我覺得是了 反正 我之後有測試 在文章裡面再寫好了 你覺得那可能要常用一下才比較知道 然後 我覺得 好謝謝 謝謝 謝謝 謝謝你們半夜都還來看 真的太捧場了 然後 我覺得 在剛才的文章裡面 就是 大家好像 還滿 對那個拍照介面還滿好奇的 好 那我現在 開一下拍照好了 好 我覺得那個螢幕好亮喔 奇怪 好這就是它的拍照介面 這邊我自己看不到 上排這邊就是 這樣子上下滑其實就可以切換自拍 我拍人 然後左右滑就是切換濾鏡跟介面 這個其實跟現在的那個三星手機是差不多的 嗯 然後 比較 特別是 因為它現在這個是雙鏡頭嘛 所以這邊 大家可以看到這邊 有一個 乘2 跟乘1 這個 這個就是 那個切換 切換那個 變焦的那個按鈕 抱歉可以看一下網頁嗎 喔好 應觀眾要求我們那個 好我待會再回來看拍照 網頁 這樣子嗎 嘿 看youtube會全螢幕 好等一下喔 窗臉來 這樣不會那麼亮 好啦那我去把窗臉 可是因為我等一下要拍照 好啦好啦我先去把窗臉關掉 等我一下喔 好 希望加油好一點 剛剛看網頁 要看網頁的觀眾朋友你是要看這個嗎 嘿 然後youtube youtube 喔對 它其實 它已經是滿版 它已經可以滿版顯示 像我網上 就是上下在移動的時候 其實它的網址列跟那個工具列就會不見 就其實已經是滿 真的是滿版顯示了 然後 剛剛有人要看youtube youtube 看什麼內容 為什麼說給我推薦一些怪內容 隨便看 可以調回正常方向 其實我不太知道怎麼調耶 因為我很少這樣直播 因為我不知道怎麼把它調回那個正常方向 然後大家要看youtube 這裡有一個 大家看到有沒有這裡有一個那個 青觸尺 就是青觸這邊也變跟螢幕比例 然後我就把它點 點看就變成全螢幕影片了 好 所以 youtube的問題應該 好也解決了 要回去 剛剛看到什麼東西 等一下我 我現在有點忘記我剛剛講什麼 好 啊對 剛剛看到拍照 拍照 好剛剛講到這個 就是它這次有雙鏡頭嘛 雙鏡頭其中一個功能就是可以拍兩倍光學變焦的照片 音質好嗎 我覺得就是手機的那個耶 好我再把它看youtube那個打開一次 我覺得我相機一直講不完 等一下 youtube 我不要分割畫面 可是直播讓出去的聲音其實跟現場聽是也不太準 反正我覺得它快上市 應該快上市了 就是到時候應該很快台灣就都玩得到 所以我覺得音質的話可能去現場聽一聽會比較 就比透過直播要好 但我覺得好嗎 剛剛這樣聽起來是有比一般手機好一點 就沒有那麼破或那麼乾 好 想知道它直播畫質如何 直播畫質 我也不知道耶 因為我現在是用S8直播 好就是看有沒有參考價值 相信沒人在意 怎麼這樣 好我要繼續講 好 欸這個就是大家可以看到就切換這邊 就可以切換拍一倍跟拍兩倍 這樣我自己又看不到 這是兩倍 然後這是一倍 好然後另外一個功能就是 緊身即時預覽 這個就是 就是別人家的那個 緊身人像啊 緊身模式 那在Note 8上面叫做 緊身即時預覽 那它沒有特別強調人像 就是說 所以它其實就是 什麼都可以拍緊身啦 其實別家的緊身模式也是這樣 即時緊身 所以如果你要拍那個有緊身的照片的話 你就是直接點擊這個緊身即時預覽 然後它就會告訴你說 拍攝緊身 拍攝緊身照片時 請與拍攝對象保持1.2公尺的距離 然後呢我覺得 我來拍拍看好 我剛剛準備了兩個小道具 等我一下 好 那邊有兩個水壺 這樣大家看得到嗎 好像很小 好盡量啦 我先把它切回去喔 這是普通平常的一倍的畫面 然後如果說我現在要拍那個緊身照的話 我就把它切換到緊身即時預覽 那你就可以看到它會提示你距離 然後你就自己去喬啊 去喬到一個 也就是它 它會告訴你已經可以拍攝的距離 好 這樣大家有看到 然後大家其實可以看到 它就是自動在背景 就是有那個開始做緊身模糊 再開一次好了 剛好亂動 好 它現在就是可以拍攝即時緊身 那大家可以看到背後 欸 這樣直播畫直 不知道看不看得出來 其實它背後已經開始有點在模糊 然後下面這一條啊 就是它這次比較特別的地方 就是它在拍緊身照的同時 是可以這樣子 就是 拖曳 然後自己去調整那個緊身的模糊 模糊程度 對 你看 就是我現在調到最大 它就變得很糊 有沒有 然後如果我把它調小的話 對 它就回來比較 就是沒有像剛才糊成那樣子的程度 對 就是所以其實你在拍照的時候 你在拍緊身照的時候 你就可以自己這樣子拉 然後自己去調整那個 繼續調整那個緊身的模糊程度 好 但其實我覺得大概最好 大概是五中間到六 這邊比較自然 看那個距離啦 好 然後呢 在緊身即時 就是拍緊身的時候 這邊 這邊還有一個模式 那這個也是這次比較特別的 我先把它關掉 它叫做遠近雙拍 然後 遠近雙拍的意思就是說 拍的時候 將同時儲存緊身預覽 跟一張一般照片 就是說你開啟了遠近雙拍這個功能之後呢 你在拍緊身照的時候 它會拍兩張 一張就是 呃 有緊身的那張照片 然後另外一張就是 這個 一倍的最一般的照片 那就是大家知道那個 緊身照就是長焦那顆在拍 然後一倍的那一張就是 廣角那一顆在拍 所以其實你 當你開啟遠近雙拍的時候 它就是兩顆鏡頭都在拍照 所以才有兩張照片 嗯 那 呃 也就是說 呃 可是我昨天在想說 欸為什麼要拍兩張照片 就 我就是要拍緊身 就好啦 為什麼還要給我一張一般的照片 那 後來想想可能是 就是 緊身照 畢竟它採圖採得比較緊 然後旁邊的東西就會 看不到會被切掉 所以它可能因為這樣子 所以就是 同時幫你拍一張一倍的一般照片 那你就可以就是後面整個 因為那張比較廣角啊 就是後面的景物可以同時留下來 我猜大概是這個用處啦 好 我其實有點懷疑大家 這樣子看得清楚嗎 呃 好啦 反正之後我還會再寫側包 就是 拍 到時候拍的照片應該會比較清楚 好 好了回去了 拍完之後 啊對 然後 我現在隨便拍一張好了 隨便拍一張緊身照 好 拍完了之後呢 Note8的這個緊身照是在拍完之後 你還可以再去調整 大家可以看到這邊有一個調整 我自己又看不到 調整背景模糊 就是我現在已經拍好了喔 可是它這邊還有一個選項 叫調整背景模糊 讓我 可以在事後一樣就是用拉的 來讓背景 變清楚 或是 更模糊 喔 就即使你當下 當下覺得沒有調的很好 其實也沒關係 就是拍 然後 拍完之後其實那個 背景的模糊程度 都還可以再處理 可以再手動調 嗯 這樣子應該就是 可以確保那個 拍照的成功率 就是拍那個緊身照的成功率 應該會比較好 因為你事後還可以補救 然後還有 對啊我剛剛直接這樣 都不用那麼辛苦了 真的 不過就是拍的時候距離還是要抓好 不然就是它 如果沒有 沒有在它那個可量範圍之內的話 它可能它不會做那個 就是 不會拍出可以讓你事後 編輯緊身的照片 所以其實它那個距離 1.2公尺那個還是要 還是要符合 然後 緊身的功能讚 其實欸 我待會想出去 出去拍一下照 不早末時間 然後 我自己是覺得它緊身功能 其實拍的還算漂亮 嗯 就是 你看得出來是軟體做的 但是 不會覺得太不自然 就 而且就是 可能本來就是 S8拍照就還不錯 那用的又是同一顆鏡頭 對 所以其實拍出來的品質 就是 還是有延續到 S8 S8 S7 S8 那一掛 就是還蠻厲害的 就是品質還不錯的拍照 這樣 嗯 要先選剛剛那個 一次拍兩燈模式 就可以事後調整 嗯 對 其實 欸 你只要是拍緊身的照片 都可以事後調整 那不一定要開那個雙 那個遠鏡雙拍 因為就是多拍一張 畢竟還是就是 你可能以後要整理照片之類的 好 然後 還有什麼 剛剛還要講什麼 啊 對 我要給大家看雙視窗 手動模式 喔 好 手動模式 這裡它叫專業模式 然後 可以調的項目其實跟S8差不多 可以調 ISO 白平衡 啊 ISO快門 然後色澤 這些 然後 對焦 手動對焦 白平衡 白平衡 它其實可以用這個條 我自己是比較喜歡用這種 因為就是 即時預覽 就是 那個精細度 自己比較好調整 好 然後 跟 曝光紙 它的快門的話 快門從 快門從 阿牛耶 這麼兩 十秒 到 兩萬四千分之一秒 好 然後 對焦一點 我 回去 ISO是從50到800 手動的話 自動可能不止這個範圍 然後 自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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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然後上面這邊 這邊可以選那個測光模式 我通常不太會去動它 因為其實點擊就可以測光 然後 然後就是對焦區域 多點 我通常就是保留多點 因為我不知道就自己很喜歡看那個對焦點那邊 跳來跳去 覺得比較有安全感 然後 好 專業模式 手動模式 大概是這樣子 虛擬的 虛擬的 我其實不太知道它是虛擬的還是 不過就是 的確就是 對焦範圍 就是它閃爍的地方對焦範圍是後看是 是有的 就是在S8上面拍的 拍照的經驗來看 我剛剛說要給大家看那個雙 雙視窗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在用雙視窗這個功能 就是 反正就可以在一個螢幕上面顯示兩個程式的那個功能 然後 因為它已經6.3吋了 其實還蠻 就是 其實是適合 就是可以拿來看那個雙視窗 還不會太辛苦的一個尺寸 然後這一次啊 它就是 它有一個功能叫 程式組 好 中文好像叫程式組 反正大家可以看到這邊 這個快捷鍵這邊 好 這裡有一個兩個icon倒在一起的 欸等一下 這邊有一個兩個icon倒在一起的 這個是什麼東西咧 就是我要點 點一下之後 它可以看到它就自動 自動生成雙視窗 然後上面是YouTube下面是網頁 也就是 就是 鳳哥畫面實用中好了 就是 這邊 這邊的兩個功能 那這個功能就是說 有 有的人可能他會 習慣就是 呃 固定用兩種程式 比方看 看YouTube影片的時候 然後 喜歡 用Line啊 或者是Facebook跟人家聊天 然後他就 他如果常常用這兩個東西的話 他其實就可以手動把這兩個程式 倒在一起 我現在先把它 恢復好了 好 我現在拉開側邊這邊啊 我就自己新增一個 我常用的雙程式 比方我 常常在看YouTube的時候 然後 然後 啊對不起 好 重來重來重來 登~~ 好 我現在自己來創建一個 那個 雙程式 雙視窗的那個 捷徑 就是 我現在這邊加一個 然後大家可以看到這邊有一個 建立應用程式組 點進去之後呢 對 我就可以自己加兩個 我最常用的程式 比方我 常常在看YouTube的時候 然後也喜歡開Facebook 跟人家聊天 或看人家在幹嘛 因為我的Facebook都不見了 嘿 我的Facebook 然後不定了 不然假裝 假裝 不行耶 不能假裝 等一下我會去找一下我的Facebook 明明就有裝啊 等一下 可能要建立應用程式組 嗯 真的不見耶 嗯 好啦 節省時間 那就是 比方我常常在看YouTube的時候 然後 還喜歡打訊息跟人家聊天 我就 我就把這兩個倒在一起 然後 完成 完成之後呢 大家就可以看到這個側邊欄這邊有多一個 多一個我剛剛設定的 YouTube加訊息 那以後呢 你只要把它拉開 然後直接點它 它就會把這兩個程式都打開 而且變成雙視窗 我橫過來看好了 這就是那個 它這次新增的功能 那其實你大家看那個6.3吋 看雙視窗 其實還可以啦 就沒有 沒有5.5或5.7那麼辛苦這樣 不過打字的時候啊 就是 鍵盤 鍵盤的比例大概是這樣子 一邊掛遊戲一邊回來 好 一邊掛遊戲一邊回來 每次都要多光 那其實你可以試試看雙視窗啊 不過 一邊掛遊戲一邊回來 每次都要按多攻鍵再另外開麻煩 所以你可以試試看 使用雙視窗 你先在自己現在的手機上面試試看啊 好 可是不知道全屏的遊戲可以這樣 全屏的遊戲可以這樣 全屏就不行了吧 欸 全屏的遊戲分一半 對 的確是有的APP 它可能不支援雙視窗 可能要看一下 可是遊戲 對我比較少在玩遊戲 不好意思喔 天堂 我真的沒在玩遊戲 可以不要再聊遊戲了嗎 好 好 然後 還有什麼 手機會發燙 還好餒 我現在 用到現在是還好 我是很隨便啦 我應該專業一點拿一個測溫槍 但我現在沒有 好 那就是 其實是還好啦 好 然後 我好像講完了耶 然後 手機會發燙三星傳統 好 其實還好 我現在用S8在直播 摸一下 其實也還好 對啊 我S8不會燙 你們先聊 好 因為我待會想趁那個 就是 白天的時候出去拍一下照 不知道來不來 因為手機也不能用太久 別人還要用 對 啊 動態簡訊 對啊 可是我想說我文章裡面寫過了 但是我覺得那還蠻好玩的 就是 大家把筆抽出來之後 有支援無線充電 就是 這個很熟悉嘛 就是感應快捷款大家很熟悉 然後現在裡面有一個新的叫做 手 手寫動態貼圖 你把它點進去之後 你把它點進去之後 嗯 大家可以看到它會出現一個畫板 然後你就可以在那個畫板上面 開始 就是寫字亂圖 但是 這邊啊 你可以選筆觸 這邊有 這邊有 就是正常的筆 筆觸 螢光 正常 等一下我換一個亮一點的 正常的筆觸 然後 觸小觸一點 正常的 我正常筆觸要畫幾遍啊 好 然後那個 然後 螢光的筆觸 我們看到旁邊有發光 然後 火花的筆觸 好 那你可以選這三種筆觸 然後我現在要開始來畫 我現在要選這個 然後就是 大家 我待會再畫的時候 大家可以注意看上面這一條 有一條那個線會跑 這條線在跑的意思就是說 它現在正在錄影 錄什麼影 錄我寫字的整個過程 好 然後大概大致寫完 寫錯之後這邊可以回去 然後它這時候就變得貼路 很好玩 然後重新開始整個重寫 等一下我點錯了 好 再寫一次好了 好 再寫一次好了 大家可以看到就是我一動筆之後 上面其實就跟著在錄影了 好 然後我寫完了之後 我可以按完成 它這時候就在儲存 儲存什麼 儲存這個動畫檔 好 你看它現在就在撥 我剛剛寫的那個筆觸 它就 就我剛剛寫的那個 筆畫的順序 就變成一個動畫檔 那這個動畫檔可以幹嘛 就可以分享 分享到這些這些東西 就如果你有裝那個Line的話 怎麼又變模糊了 你有裝Line的話 為什麼變這麼模糊 好 好 又好了 反正總之就是 如果你有裝Line 裝Facebook 裝Messenger的話 就可以用這些程式 把這個GIF檔 分享出去 然後或者是貼在訊息裡面 對 然後我現在手機裡面 什麼都沒有裝 所以就只有這些基本的東西 然後它其實就是我剛是寫在一塊畫板上面 那如果你有照片的話 你也可以選這個背景 然後寫在照片上 好 剛拍了一個謹慎的照片 然後你一樣就可以在照片上面塗烏鴉 然後就寫完之後就把這個動畫就是分享出去 你當然覺得大家有想法的人會畫的 就會畫一些比較可愛的訊息 我是不太會畫圖啊 就只能畫這些 好 所以可以打老娘很活之類的 對很有感覺 你可以用火花筆出花一把火之類的 好 然後 覺得 好像講完了耶 欸你們真的都不用睡嗎 現在 現在台北幾點 現在台北已經四點半了耶 你們不是九點上班嗎 好 然後對就是 因為我待會想趁白天的時候 再出去拍一下照 因為這個手機還要給別人用 好 然後就是 我覺得大概講完了 好像很隨便喔 對不起 就是 反正回台北之後 會可能 應該還會再做一次測爆 對 那就是 我覺得那時候看照片可能會比較清楚 因為直播畫質實在是很爛 對 好 好啊 那就 開個香拉里拉扎講了一堆 然後謝謝大家半夜的支持收看 好 那我 然後就是 好啦 就是之後那個 那個那個那個 那個那個 測爆鍵好了 對 還是不太會講話 比較會寫 好 謝謝大家 掰掰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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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